好 海魁台风BG当中 而根据这个气象局发布的资料 未来如果登陆的话呢 全台都会笼罩在它的暴风圈范围内 下星期一到星期三呢 嘉义以南会降下好大雨 恐怕会放台风架 再加上星期六星期日呢 本来就是立休假日 有望连放五天 让不少人直呼 好期待 高雄西紫湾海浪一波波打来 先起阵阵浪花越过堤防浪高两米 不少人趁着暴风圈还没笼罩台湾前 出来走走 有人观浪有人海掉 随着海魁台风逐渐接近 外围还流影响台湾天气 海魁可能成为四年来 首个登陆台湾的台风 全台将笼罩在它的暴风圈内 根据中央气象局 未来降雨趋势资料来看 下星期一到星期三 嘉义以南红报紫报 将是豪大雨等级 恐怕三天台风假 外加九月二号 九月三号 原本六日是礼休假 有望连休五天 可能是史上最长的台风假 有人期待放台风假 也有人宁可不要放 由于海魁路径已变再变 台南市长黄伟哲 一大早就到安平视察抽水站 并开整备会议 为海魁提前部署 至于民众关心的台风假 究竟会不会放 该放就放 不会未放而放 放台风假的标准 都有一套SOP 最重要的希望台风来临 能把灾损降到最低 记者续全文杨周密 楼秦文SNG小组高雄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